我認為今年的臺灣大選還要提防幾個很主要的威脅 比方說 網紅搭配親共媒體和親共政客的軍團級任職戰 臺灣的朋友們應該都知道 最近有一位叫做林北好遊的網紅 聲稱他因為監督臺灣的雞蛋進口問題 他跟家人都遭到了網友恐嚇 還因此在網絡直播裡頭落淚了 這期恐嚇案也立即引發親共媒體的熱烈報導 不少親共政客也表態聲援 一邊譴責恐嚇的網友 一邊批評臺灣政府 但沒想到 警方調查後發現 這期恐嚇案竟然是林北好遊找他的朋友來自導自演 而且他的朋友竟然是國民黨的黨工 整起案情是大逆轉 國民黨也很快宣布開除這位黨工做出切割 好 我們必須說 這起案件雖然有國民黨黨工參與 但是不是國民黨在背後主導的呢? 還是有對岸的中共直接操盤呢? 目前都還不清楚 但是我們可以明確的是 中共對臺灣實施的認知戰已經進入軍團模式 也就是先通過網紅製造假事件或假言論 來攻擊臺灣政府 接著親共媒體們立刻截囚 大肆地宣傳炒作 一邊攻擊政府 一邊擴大宣傳效應 來攻佔民眾的腦海空間 然後親共政客們在群起聲援製造聲量 那有的會邀請網紅本人來上他的節目 來一起擴大宣傳 或者是加碼爆料更多的案情 或者是相關內幕 然後媒體再把這些加碼的言論拿來報道炒作 進一步的放大這起事件的輿論場 然後政治人物跟網紅在接球炒作 在拋給媒體循環下去 形成一種螺旋放大效應 就像龍捲風一樣是越捲越大 那這種軍團級別的認知戰模式 已經被中共運用的越來越成熟了 在臺灣社會裡反覆的試驗與修改 那應用的頻率也是越來越頻繁 所以上次直播的時候 我才會建議臺灣的朋友們 遇到任何爆炸性的新消息的時候 都先別急著相信或者做出反應 先冷靜地觀察個一兩天 等到各方都有回應的時候 再來判斷這些消息是真是假 那是誰在放風這些消息 他們有什麼目的呢? 保持理性以靜之動 是應對認知戰的最好方法